南投草屯在上午11点多的时候发生了火灾 地点在中正路 火势相当的猛烈烧的是市区的店面 浓烟烈烟不断的窜出好吓人 消防队员还从火场搬出了好几桶的瓦斯桶 联动的建筑物陷入了火海烧的噼里啪啦 还不断传来爆裂声响 当时有店家正在营业 也有店家在休息当中 有居民在睡梦中吓醒赶紧跑出来逃生 只穿了一条短裤 店家说可能是后方的厨房烧了起来 火在发生地点是草屯市区相当的热闹 人非常的多 其中陷入火海的还有一家当地知名的 硕食店当时店家还在营业当中 联动的建筑总共烧了五间 其中有一家监视器的店家 里面都是电子器材全烧毁爆销了 估计损失40万 至于起火炎云还有损失 有待灭火之后进一步离清 好把时间交还给棚内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